叙利亚古灶 土耳其修花苞 西里兰卡红茶 波斯餐具 7月27日晚 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波浪会开幕倒计时100天之际 记者来到位于南京东路555号的静博商品集市 林冷马木的特色商品汇聚于此 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驻足选购 据了解 在约550平方米的空间内 打造了国家馆 静博商品结合馆 青蛇品牌馆等区域 阿根廷 比利时 墨西哥 斯里兰卡 土耳其等16个国家馆由本国设计师操刀 融入丰富的国别文化元素 并从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等多维度 为市民游客打造静人式的国别文化和购物体验 从原料来看 它除了橄榄油和月桂油没有其他的东西 所以它这种天然的成分 就已经注定的其实它很受欢迎了 做这个古灶要做几个月 做完了以后它要放在那里去风干它 所以你看有的灶颜色深的这些 它都有七八年八九年那个样子了 年份高的灶呢 你洗起来很多人更喜欢 这边南京东路吧 来上海玩的人都会来这边管一管 我也发现很多当地人也会来看看 这边我觉得最受欢迎的话就是黑巧克力 很多中国人我发现现在都喜欢吃那个黑巧八十以上九十以上度 绿地集团总裁助理贸易港集团总经理薛英杰告诉记者 静博商品集市将依托贸易港商贸产业链功能 为海外民优新品开通路 搭平台引流量 加速展品变商品 商品变爆款 参展商变投资商 为国内国际双循环助力 静博商品集市更大的意义在于可以宣传本国文化 让更多的人了解双律利亚 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意义就在于 以前你在进博会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是进不去的嘛 别人也不知道你 但是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 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来 那么他们进来以后 他们就会发现双律利亚跟他想的不一样 这个是比我们卖出一块商品 就一瓶精油啊或者一个灶更有意义 谢谢大家